中文字幕志愿者 全球的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黄宝慧 欢迎收看会眼看天下 美国大选进入倒数64天 共和党本周举行全国代表大会 川普在会中宣称 若是自己会输 就是民主党在搞鬼 频频放话选举会被操控 川普事先预估自己 绝对不会承认败选吗 另外美中军事角力再度升温 美国U2高空侦察机 25号擅传解放军的北部战区 实弹演习的近飞区 隔天解放军就从青海河浙江 朝着南海海域 各发射了一枚东风系列的 反舰弹道飞弹 美国国防部长还说 五角大厦已经是做好了 对抗中国的准备 川普频频挑战中国大陆的底线 会不会造成美中意外的开战呢 稍后话题面对面将要为你做一一的探讨 而首先节目一开始 先带你一起来关心本周的国际大事 美国大选进入两个月左右的倒数阶段 共和党在本周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 正式提名川普和副手彭斯参选 川普不顾争议 27号在白宫南草坪发表了提名演说 而为期四天的全代会 川普是天天亮相 助选阵容更是青衣色 是家人和亲信被戏称是家族事业 更被福斯新闻说是12个川普们的秀场 大会上对川普的疫情处置不当 轻描淡写 却主攻拜登 若是入主白宫 美国会重回黑暗 川普的长子小川普 还封拜登是北京拜登 力挺父亲的强硬抗中 而川普本人也向选民喊话 表示自己输了 就是民主党在搞鬼 另外就在共和党全国大会的期间 威斯康星州发生了一起非议男子布雷克 遭到了警方连开七枪 导致半身瘫痪 再度引发多日的反种族抗议示威 川普也派出了国民兵前往镇报 这徒来的事件恐怕又会对川普的选情 造成新的打击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最后一天台下座无虚席 美国总统川普 携手第一夫人梅兰尼亚 在白宫南草坪隆重登场 川普的提名演说是压轴大戏 重点放在攻击对手拜登 川普骂得猛烈 不过他不顾行政中立质疑 硬是要在白宫举行提名演讲 让白宫官员还有担任顾问的伊凡卡 站在白宫替他选举造势 而远在以色列的国务卿庞培欧 也利用视讯现身共和党全代会站台 让川普被批评 他不道德的行为又提升到新的层次 另外引发话题的还有12个川普们 川普来到华盛顿 为一个原因 而一个原因 为美国再次成为美国再次成功 从川普引以为傲的女人伊凡卡 到甩开先前抄袭讲稿 还有夫妻不合传言的第一夫人梅兰尼亚 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他爱这国家和其他人 而且想继续做更好 还有成了攻击拜登强力打手的张子 小川普 北京拜登是在中国的强弱力 所以智慧社群体最近认识了 中国共和党共和党 在对拜登的支持拜登 继承了爸爸爱给人取绰号的个性 小川普一句北京拜登冲上推特热搜榜 还抢拜登是尼斯湖水怪 司机参选却没有为美国做出实质贡献 而他的女友在力挺川普的表现上 也不遑多让 小川普的女友盖弗尔演讲师 慷慨激昂被戏称 有北韩主播风范 今年为期四天的共和党全代会 就像是川普个人秀 他本人天天亮相 请来家人亲信站台 而副手彭斯则是在26号正式获得提名 和川普同调 彭斯打击对手拜登不手软 而台下支持者高呼再四年的声浪 是共和党全代会期间频频出现的口号 为了打赢选战 24号开幕是当天川普就发出警告 分析指出 川普这么反对 行之有年的邮寄投票 是想压低投票率 万一自己败选 能有借口提出挑战 根据CNBC26号报道 来自六个摇摆州的最新民调 民主党人先领先6.7% 现在缩小到3% 非常接近误查范围 可能出现逆转的情势 紧张了出来喊话 因为新冠犯言疫情 估计邮寄投票数量会前所未有的多 可能无法在11月3号大选当天 就完成开票作业 希拉蕊要同阵营的拜登 一定要挺住 等到最后结果出炉 要挺过的 还有新一波的种族抗议行动 23号共和党全代会前一天 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士 29岁的非裔男子布雷克 被警方从背后连开7枪重伤 下半身瘫痪 他们杀了我的弟弟 7次 7次 他不重要 但我的弟弟重要 布雷克的爸爸在镜头前沉痛的告白 呼应了黑人的命 也是命运动标语 事情发生以后 接着连三晚发生动乱 并且衍生枪支暴力 造成两死一伤 维州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奥勒冈州的波特兰 和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 也跟着响应抗议 种族与警察暴力冲突再度上演 川普政府派出国民兵镇压 强调维持法律与秩序 试图为自己竞选连任加分 但是多次遭指控分裂族群 与歧视的川普 要如何平定民众的怒气 不让玄亲被拖垮 是一道更艰难的课题 谢谢林湘玲 球友恩报道 川普选情告急大打抗中牌 就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开幕的当晚 原本是无限期推迟的 美中贸易会谈登场 有美国的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 还有财长美努钦 和大陆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 举行了电话会议 这又让川普向美国民众吹嘘 只有自己 又让北京就范的破例 而遭到川普强迫出售给美国企业的抖音国际版TikTok 24号向法院提告 川普政府指控白宫是违宪 还剥夺了用户的权利 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 TikTok遭到了川普封杀 幕后的推手就是脸书的创办人祖克博 他游说川普和鹰派的议员说 大陆网络科技公司已经是威胁到了美国的企业 还说既然大陆封禁了脸书 为何要允许TikTok在美国经营呢 美中贸易会谈终于在24号晚上举行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财政部长梅努钦 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以视讯电话进行会谈 巧的是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同一天 川普先前大动作喊停 却在短短10天后又复谈 美国贸易代表属说双方进行了 有建设性的谈话 分析认为川普就是要制造 只有他能让北京乖乖就范的讯息 23号接受福斯新闻访谈还放话 和中国大陆经济脱钩没在怕 不过中美贸易会谈后 大陆马上签下40.8万吨 和20.4万吨玉米大豆的订单 现在TikTok在看下一个预期 在明天早上的预期 被川普下令封杀的TikTok 24号状告美国政府长达39页的诉状 提告美国的命令违宪月权 当然这对TikTok的影响 法律专家普遍认为TikTok胜诉可能性不大 定多可以争取时间和更多谈判筹码 而TikTok全球CEO凯文·梅尔上任不到三个月 27号闪电请辞 估计母公司字节跳动创办人间CEO张一鸣 在董事会恐怕会陷入更孤立的处境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TikTok之所以被川普政府封杀 就是Facebook创办人祖克博 向川普和议员鼓吹 中国大陆公司才是美国的敌人 他质疑大陆禁用脸书 为什么要允许TikTok在美国经营 一方面转移脸书 遭政府监管各自外泄问题 顺便打击对手抖音 原本也遭美国封杀的微信 现在可能出现转机 华盛顿发现美国企业会蒙受巨大损失 再无法杀敌一千 情况下先自损八百 因此传出川普可能会为微信封杀令留后门 随着美国供应链去中国化越来越烈 也传出日本印度和澳洲政商讨组成供应链联盟 和美国统一阵线降低对中国工厂的依赖 记者030邱永恩报道 光是在今年8月份解放军就进行了失常军演 从24号开始刚是大动作的 在渤海 黄海 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域 同步进行了实弹演练 而就在解放军军演的第二天 美军U2侦察机竟然就闯入了北部战区演习的近飞区 引来大陆方面严正的抗议 指称美军是赤裸裸的挑衅 而在26号解放军就从青海和浙江朝着南海 各自发射了一枚东风反舰飞弹 警告美方的意味相当浓厚 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美军的眼镜蛇球侦察机也飞入了南海侦察 中美双方你来我往就怕一个擦枪走火 让南海的情势越来越紧张 环太平洋军演将在31号落幕 美国海军日前公开十国军舰齐举航行的画面 壮胜军容 秀肌肉的意味明显 另一边的大陆解放军也不甘落后 光是今年8月大陆就举行了十场军演 解放军从24号开始 更同时在渤海 黄海 东海和南海 四大海域同步进行实弹演练 密集动作让美国很紧张 如果中国 似乎他们会更加热情 尝试台湾或实际上它 和它重要的业势 你会让它们脱离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合适的地方 美国总统川普在福斯新闻专访中 对大陆六下横话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 也在大陆解放军军演同一天 投书华尔街日报 表示五角大厦已经准备好 要对抗中国 而就在解放军在四海域军演的第二天 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 被指闯入解放军进飞区 引发大陆严重不满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行动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大陆媒体报导 26号大陆从青海和浙江 发射两枚东风系列反舰飞弹 其中一枚更是号称 航母杀手的东风26D 但27号却有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 大陆解放军向美军侦察机 应该是发射了四枚飞弹 去年六月底 解放军就首度对南海发射六枚反舰飞弹 这次再将炮口瞄准南海 警告意味相当浓厚 但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美军眼镜蛇球侦察机 却再次飞入南海侦察 美陆双方较近南海 零距离的军事对阵 就怕一不小心擦枪走火 误开第一枪 记者林湘林唐一拳综合不倒 美国近日促成了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签署了和平协议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26号宣布 下周将派外交官到阿联 完成以阿正式建交的流程 而见证人就是川普女婿库许纳 而美国国务卿蓬佩欧 也在24号飞抵了以色列 展开为期五天的中东访问 此行除了造访以色列 阿联还将访问苏丹和巴林等波斯湾国家 蓬佩欧的首站就在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 会见了以国总理 并且称赞以阿签订和平协议 将给中东和平带来曙光 希望有更多阿拉伯国家 都能够加入这个行列 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美国华府近日促成 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签署历史性的和平协议 以色列总理26日加码宣布 将在9月初派外交官到阿联 正式建交 而见证人就是担任 美国中东特使的川普女婿库许纳 我相信我们会开始 看到很快的交流 两国都很努力 美国国务卿蓬佩欧 24日也亲自飞抵以色列 在首都耶路撒冷和义国总理 纳坦雅胡会面 并在发言中称赞这个协议 开启了中东的和平时代 在美国卧旋下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关系朝正常化迈进 而苏丹和巴林也松口正在考虑跟进 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这被认为是川普任内在中东外交上的一大胜利 在美国大选前夕 盈燃成了最佳的竞选广告 长久以来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 因巴勒斯坦问题纷争不断 在美国游说下 以色列同意暂停吞并巴勒斯坦土地 许多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之春后 也意识到延续政权 远比巴勒斯坦问题更重要 态度松动对以色列递出橄榄枝 以进行双边经贸交流 中东和平扣出一丝曙光 除了商讨压历史新建交 蓬佩奥此行也将出访苏丹 巴林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并考虑造访其他波斯湾国家 力促与以色列建交 来对抗彼此共同的敌人 伊朗 美国日前在联合国提案 要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令 结果只获得多米尼加 和美国自己的两票 欧洲盟友十一国全部弃权 提案搞得灰头土脸 还被中国大陆很酸一把 再次说明单边主义不得人心 霸权行径不会得逞 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出招 促成以色列和阿联建交 扩大在中东围堵伊朗势力 不过中东局势却持续动荡 巴勒斯坦将以阿建交 视为一种背叛行径 抗议视为不断 以阿建交是否真的能为中东 带来和平 恐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数据显示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包括了美国和巴西的新增确诊数 都在减少 而因为疫情大受影响了旅游大国泰国 率先宣布 从10月份开始要开放普吉岛旅游 重振占有GDP将近两成的观光业 美国的苹果公司也传出准备要恢复 部分门市的营运 外界猜测这是为了下半年的新品 预作准备 疫情虽然趋缓 不过各国针对入境普筛 或者是隔离各有人力和医疗资源上的考量 原本采取入境普筛的德国 因为不堪负荷 预计从9月份开始 不再对入境者全面普筛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 过去一周全球新冠肺炎的新增确诊病例 比前一周减少5% 新增死亡病例减少12% 除了东南亚与东地中海 所有地区的新增病例数都在减少 趋缓的局势让有些国家想要松绑旧经济 从3日底开始 封城锁国的泰国旅游局长宣布10月1号起开放普吉岛旅游 只要满足入境停留30天以上 完成14天检疫旅馆隔离 以及期间接受两次新冠病毒检验通过 就能体验标榜安全封闭的旅游 而已经锁国5个月的泰国 今年第二季GDP比去年同期萎缩12.2% 比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要惨 普吉岛开放模式将是实施成效 考虑未来再开放其他景点 同样被疫情重创的手机大厂苹果 3月初开始陆续关闭全美270间门市 现在也考虑部分门市重新恢复营运 被视为发表新iPhone等产品 和年底的购物剂做暖身 而苹果股价也在24号上扬1.2% 每股来到503.43美元 我家的家庭有三次被灼入 二次被灼入 在巴西通报病例虽然减少 但是就业市场受到严重冲击 5到7月失业率上升20.9% 可能导致380万户 1500万名巴西人年底下滑到最贫穷阶级 月收低于新台币13,323元 虽然有政府发的抗议原住金 中低阶级劳工总收入上升6.8% 还是需要后续能让经济回稳的政策 德国从8月初执行入境普筛 没想到才两个礼拜 每星期检测数就多达87.5万件 继续累积将紧逼最多120万件的极限 德国卫生部长史巴恩宣布考虑改变政策 针对从美国、俄罗斯、比利时、西班牙等高风险国家入境的旅客 执行强制隔离14天 在第5天可以选择自费进行筛检 如果结果是阴性就不需要继续隔离 把资源留给医院和养老院 冰岛也类似 如果入境旅客主动自我隔离14天 就可以免除双检测加隔离的新规 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则针对旅客来源地 有隔离、筛检或是禁止入境不同做法 日本、韩国则规定获准入境的旅客 都必须进行14天隔离 各国防疫措施各有考量 但是目标都是要把疫情的冲击降到最低 记者林香菱、邱永恩报导 好的 今天的英文关键字单元 带您来看到的是AUCTION AUCTION拍卖会这个字 印度的圣雄甘地他的招牌象征之一 那就是一副镀金的圆框眼镜 最近在英国的拍卖行 以34万美金落锤 打破了拍卖行的记录 GANDY'S ICONIC GLASSES FET OVER 340,000 AT UK AUCTION 那么其中AUCTION这个字 就是拍卖会的意思 拍卖会的行员呢 拍卖行员工就透露说呢 GANDY眼镜他的持有者 是因为家里的长辈曾经在南非遇到过GANDY 而获赠了这副眼镜 这是家中代代相传 收藏超过百年的纪念品 但是家人并不了解这副眼镜的价值 还差点将眼镜给丢掉 听到了眼镜最后拍出了天价 全家都吓了一大跳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英文关键字 接下来带你一起来进入透视两岸单元 GANDY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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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DY